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那個混雙的站位 那一般呢很傳統是防守的時候呢 男生都會叫女生站在那個T字部位的地方防守 那站在這個地方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空檔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呢大家其實看到這個地方其實很好打 就是打其實可以打兩邊的切球應該對方會很難接得到 然後或者是兩邊的殺球我等一下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甚至呢其實如果呢其實女生站在這個地方啊其實是非常危險 因為如果假設起高球然後女生沒有後退 站在這個地方其實女生很容易被殺到球 那我今天來示範一下那你們來防守一下喔 好如果他們站在這樣T字部位 大家其實可以看一下那個角度 空位非常大所以其實我打很多球 他們一定很難接到來 這個球 欸欸來再來 有沒有這個球女生一定接不到有沒有 來 接接接下去 所以我這個球也不用中殺 我就稍微輕扣有沒有 很尖的球他們這樣有沒有都很難接到有沒有來 要接啊接有沒有 好這樣很難接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呢其實女生 站在T字部位的時候呢 站在前面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如果我要去接點邊的切球啊 會非常的困難 因為你從前面這樣出去 跟你從中間這樣出去 是有差別的 因為我從前面出去的角度會比較小 所以好那我今天來跟大家講要怎麼站位 好你們站回去 對那其實呢正常的站位應該是要這樣站 女生呢今天球起高球的時候 我在這邊攻擊 女生應該要站在對角線 因為對角線呢 如果男生殺球的話 球呢會比較 殺對角球會比較尖 所以女生要球拍拿起來 擋男生的接殺對角或者切球 那他就只要擋在他那個對角線的球 那這個男生正常呢就站在他的直線 就像男生正常防守有沒有 他的直線全部都給他顧 很多人會覺得男生會覺得 欸這樣好像會比較累 其實沒有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樣的範圍會少 比剛剛有沒有 空檔應該少很多吧 對 然後呢如果有人說那後場的 後場斜大對角的球怎麼辦 要嘛第一個 女生如果對方算女生強的話呢 其實女生可以自己去接 那不然的話呢就是男生呢 到對角去打 幫忙打那個球 可是呢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在打雙打的時候呢 我這邊要打大對角的高遠球啊 其實機率是大概10%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 有時候不一定要去管這個位置 對 你只要把球打得夠遠 夠深的話 其實不用害怕 那麼大對角的球 因為大對角 男生如果夠厲害 其實一定有足夠的時間 或女生也可以有足夠的時間退 所以女生真的不要站在T字部位去 去守那個位置 因為在T字部位 第一個又容易被 被殺到頭 那第二個 兩邊球 也接不到 然後男生也沒辦法把他接 兩邊的球 會變成兩個人很亂 就一直去搶球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男生呢第一個球呢 挑的時候 假設他今天挑 大部分男生盡量都以挑直線為主 因為今天如果今天男生 假設挑到對角線來 挑到這邊對角線 那是不是我就會對著女生殺球 所以當男生不小心挑到過來的時候 一定球有沒有對著他殺 所以男生呢一定要想辦法 怎樣挑都要挑直線 自己防守這個位置 那女生相反的一定要挑大對角 對 女生絕對不要挑直線 因為你不小心球一挑直線 球一定往你身上殺你 連防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兩個 我覺得大家要切記 其實現在已經很適合 對角色的迷信 但是我們要切成分 也就是在我各種場景上